好這邊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因為已經有寄信給各位 就是我已經把某兩個檔案給抓下來了 然後有寄信給各位讓各位去下載下來 那但是如果待會如果你真的沒有收到這兩個檔案 我們直接上網去下載跟安裝 不過呢跟各位講就是怕太多人 同時連上去下載跟安裝 那個時間會花比較久 所以建議各位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直接跟已經下載的同學 直接去下載就好了 好 要各位下載的東西叫做 一個叫做Adobe AIR 一個叫做那個Widget Browser Widget Browser 這從哪裡抓呢 來我們先看一下 到Adobe的網站就是 www.adobe.com 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真的要打台灣 就是你希望看到是中文的網站 你只要這個網址斜線之後打個TW 就是中文的網站 好 那我就還是一樣 因為看英文的話 其實它有 只要有最新的 其實會它的更新速度比較快 好 第一個呢 Adobe AIR 其實各位在首頁往下拉 這邊就有一個Adobe AIR OK 那 我剛才講的這兩個檔案 一定第一個要先裝的是Adobe AIR 因為呢 剛才講的那個叫Widget Browser 這個東西呢 Widget就是Widget 然後Browser 就有點瀏覽器一樣 那個Browser B-R-O-W-S-E-R Widget Browser 它一定是要在這個Air 裝好了之後才可以執行 所以第一個當然你就點這個Adobe AIR 然後呢 看到這裡 你就立即下載 然後下載完之後 那個什麼它就會開始安裝 就是下載了之後 通常Wid7底下當然就會出現 你要儲存啊 開啟啊等等 各位直接用開啟就好 開啟的時候 因為說它下載完之後 它就開始執行 OK 你就選立即安裝 就可以裝起來了 好 這個是屬於Air的部分 然後呢 另外 Widget Browser的話 建議各位 從首頁的搜尋 右上角的搜尋 去下載 那這怎麼下載呢 建議各位先打一個 Dreamweaver的字樣 Adobe Dreamweaver的字樣 Adobe Dreamweaver的字樣 就只要你不用打Adobe啦 Dreamweaver 然後空一格 然後就打Widget Browser W-I-D-G-E-T OK 然後呢 Browser B-R-O-W-S-E-R OK OK 好 這邊就會搜尋一些東西了 OK 那你就找到 有一個叫做 Download Adobe Widget Browser 就是 Download Adobe Dreamweaver Widget Browser 這個東西 你把它點進去 然後呢 看到這邊一些 密密碼的英文 也別擔心 在最底下 有一個叫做 Download Download Widget Browser OK 那你就把它點起來 然後呢 這個東西 你可以 最好建議 各位 我們先另存新檔 下載到桌面上 比如說 下載到桌面上 然後存檔 那當然 其實我已經有了 好 好 存檔了之後呢 當然其實 在桌面上 我們可以看一下 糟糕 這太多東西 好這裡 Widget Browser 好 你就把它執行起來 因為它的副檔名 就是點AIR 那就必須要靠剛才的 Adobe AIR 去執行起來 然後呢 你就按立即執行 立即執行之後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什麼東西 它在執行的同時 我順便叫一個東西給各位看 上次稍微簡單 有跟各位介紹過 像比如說 教師姐的網站 過去以往都是 在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接辦了六年 所以 這個網站都是落到我手上來做 那其實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像比如說 上面這樣很炫的功能 其實就是靠那個 Dreamweaver的Widget 就是靠那個Widget 所謂的Widget 是什麼意思 Widget 反正中文叫做小工具 那這些小工具呢 其實都已經 那個網路上 很多人都已經幫你洗 有些東西很好的 已經幫你寫好 包裝好了 只要你去改一些東西 就可能可以呈現自己的模式 像各位可以知道的是這些東西 這樣看起來就很炫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前幾年的 前幾年的 假設我打2011 因為其實這是我改過的 2011A 給各位看 這是前一年的 前一年的 對不起 上面動畫是我自己用Flash做的 但是各位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裡的導覽也在左邊 這裡的導覽也在左邊 各位看喔 它是這樣子的 有一點叫做 類似收盒的選單 收盒的選單 這個東西 它其實也是一個Widget 但是呢 這種選單的東西 還好 Dreamweaver已經先把它納進來了 Dreamweaver把它納進來之後 它稱為一個叫做Sprite 各位記住一下 叫做Sprite S-P-R-Y 在 對不起 因為我還是只能執行英文版的 那我就用口頭講 各位可以看到 有一個插入的面板 插入的面板 把它展開來一下 那這邊都看起來看不到 是因為我必須要開一個空白的起來 我至少開一個網頁起來 這邊才會亮起來 有沒有各位可以看到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到 這個地方 這裡上面 插入底下有分幾個 common 就是常用 常用 除了常用下拉之外 各位可以看到有其他的 比如說 版面的東西可以靠Layout 然後 表單的 可以用Forms 然後另外還有其他等等的 那其中這邊各位有看到一個叫Sprite SP-R-Y 這就是它已經收納了一些 可能我們會常用到的幾個Widget 像剛才講到的 比如說下拉式選單 或者是剛才那個收盒面板 它已經收在這個地方叫Sprime OK 好 回頭再來看 我們再來看幾個範例 這裡是2011A 那我再換一個2010 這其實都是 我特別加一個東西 那不重要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面板 剛開始跑會有點慢 但是跑一陣子左右OK 你看 這樣算炫嗎 OK 比如說 像比如說點到這 方明錄 好點一下方明錄 點進去 其實這個 當時這一年 2010年 我用了兩個Widget 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底下這個 這個表格 還不錯的就是 比如說我可以根據性別來 排序 女的就都在一起 男的在一起 出生年 我可以根據它 來排序 你看 好 那 老師名字也可以排序 這是中文的排序 可是中文排序 你會覺得 請問它造什麼排序 中文的 我們一般中文的排序 它會造已經類似筆畫的順序 但不完全是 但大部分是類似筆畫順序 但是它這個地方沒有造筆畫順序 但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至少起碼 你看王都在一起 有沒有 然後波都在一起 至少它 它的排序方法是可能很特別的 就是代表 可能它內部是靠 說不定是靠 unicode的方式去排序 反正這個 這個東西我就 不講多了 但至少它是有排序的功能 像縣市 你看台的都在一起 有沒有 那台的底下 北都在一起 中都在一起 有沒有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2009 前面這也是做 用Flash做的 簡單的做一個 像這個就是夏娜市選單 對嗎 甚至夏娜市選單 你看 一樣可以做動作 比如說與總統合影 點一下 你看 就可以 所有老師 跟總統合影的這部分 所以 這個東西 只要你能夠善用它的這個 Widget 以前 如果這種東西 如果你沒有 就是說 以前沒有這個Widget的時候 你想要做到這個功能 你必須要花很多時間去寫程式 但是現在不用了 現在就是說 其實這些都是程式構造出來的 但是就是叫JavaScript 做出來的東西 但是 現在目前 就是 Adobe 這部分已經有整合了好幾個 免費提供給大家可以使用 基本上 商業網站也應該OK 它沒有限制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剛才那個Widget Browser 搜尋出來的東西 OK 其實很多 等一下我也建議各位 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像 比如說 以這個來講 這是Vidio 我換一個好了 你看像 比如說以這個好了 這是什麼東西 來看一下 要打帳號密碼 欸 我跟各位交過 要 Adobe建帳號密碼了嗎 有嗎 好 那現在我把我的打上去 好 這邊打完了之後 這邊打Sign In 那當然你可以這邊 Stay Sign In 這個地方打Go 好 然後就Sign In進去 好 因為你要下載這些Widget 你必須要登入Adobe帳號 真的閃音也太久了 好 OK 好 各位看一下 剛才因為我點了這個進去之後 你可以來試看一下這個好不好 比如說我點進去 這在做什麼 來看一下喔 OK 你看 就可以做這樣子 當然 這邊還有喔 你可以點下一個 等於說這個功能大致類似 只是一樣是長得不太一樣 反而你這個地方 左邊這個地方 那個小框框就比較明顯 然後其他的部分變淺了 有沒有 那像比如說這個 Zoom 這個寬度的部分 它變成長型的 有沒有 然後高的 這樣子 OK 所以呢 變成說到時候你未來 你可以設計在你的 如果你的正好 某一個連結裡面 那個選項裡面 是很多照片的 你希望大家 讓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比較眩的功能 你小張照片 然後你只要弄進去 就會呈現大張照片 好 這個東西 那另外來我再回去一下 如果你要回去 就是按上面的 Adobe Exchange 回去 不要這裡 那像比如說 以這個來看 然後再點進去 好 來看這是什麼功能 來看一下 不是這個功能 這個是 這個沒有呈現 來我看一下 之前 我有看到一個 應該是這個 但是 當然沒有呈現出 這個 來給各位看 這是有點漁業 FishEye 漁業的功能 其實是有點像 Mac電腦 以下的那個 來看一下 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OK 好 那其他的還有別的 像 比如說 呃 這一個好了 好 點進去 它是什麼呢 好 比如說 這樣看到反白 那你就可以點 這就可以 當然就可以點進去 它就看到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還可以 下一個 有沒有 然後這邊 next preview 呃 previous 就是下一個 前一個 你就可以讓看 好 好 那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假設你看了覺得 這個非常滿意 你想要這個 我把它放到圈幕 這時候底下可以看到 有一個 欸 這個網際網路 這個什麼意思 存在在哪 好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有一個 add to my widget 加到我的 widget 裡面去 OK 好 那我就買 我就這邊add 進來 然後呢 接下來 go to my widget OK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 Adobe Exchange之外 還有個 my widget OK 然後 如果你真的要存下來 我先跟各位講 幾個不一樣 像我 我這邊的英文版 我這邊是英文版的 我是 安裝的 我是整個安裝進去的 我只要安裝進去之後 其實 剛才我 我不是加入到我的 widget 裡面嗎 其實這個地方已經有了 各位可以看 insert widget 這個地方 我剛才加入的 它這邊就會有了 但是 因為各位 是 跟我不一樣的 好 對不起我不要講太密 好 反正跟我不一樣 我要建議各位怎麼做呢 好 你點一下 點 點這個 就是你在my widget 裡面 點了那個東西之後 接下來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set widget file 然後 就建議各位 把它save起來 然後呢 比如說存到桌面 按建一個資料夾 比如說我新增一個資料夾 然後我取名叫 隨便 這個取名自己取 比如說 Adobe widget 我把它收到這裡來好了 Adobe widget 然後 選擇資料夾 然後 接下來 我close起來 我們縮小給各位看 剛才這裡 Adobe widget 你就可以看到 下載了這樣的東西 在這裡 到時候再教各位怎麼用 OK 至少你先存起來 到時候我們的網頁 怎麼把它串進去 這個可能會比較晚一點 可能中午以後再教各位怎麼用 至少各位先把它裝起來 甚至可以有 中間有空檔 你練習的空檔 你就去看看 哪個widget是你喜歡的 而且哪些widget是你可以應用在哪裡的 像比如說 再請各位看一下 我回到mywidget 然後再回到 Adobe exchange 好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些是 適用於 導覽列 有些是適用於 你一個網頁裡面的 比如說 就像剛才的照片呈現 像比如說 適用於導覽列的 像這個 它是類似這樣 移過去 你各位有沒有看到底下有個 前的字 有沒有 好 那甚至你覺得 藍色我不喜歡 這邊有一個orige 橘色的 OK 這是導覽列的 那像剛才我講的 這個就是剛才我在範例裡面 就是我的那個 在 那個 網站上看到的 有沒有 它是這樣子 OK 只是 你要知道怎麼改 所以到時候 我不會每個例子都講 但是我會 挑幾個例子 來給各位看 那像比如說 這邊還有個360度 是做什麼 這個就是適合單頁裡面的 在做什麼呢 你看它這邊要下載圖片 但是這個齁 你要做這個例子 今天比較沒辦法講 但是這個東西齁 首先 這是要 你要對一些你的產品 做360度的 拍一些照片 做360度 你要拍好幾張照片 然後之後可以看到什麼樣的結果 看一下齁 咦 像這樣我沒東西 我們看這個啦 三個iPhone好了 哇 哇哇哇 我電腦好像有點問題 好沒關係 那就是那個VG Browser 各位就自己去看一看 然後 你有先把喜歡的 可以先下載下來 甚至如果你覺得 每一個都喜歡 你就一定會下載 因為有64個 各位自己有機會自己去下載 然後自己去看 好不好 來 今天請各位安裝 Adobe Air 以及安裝 這個 VG Browser 然後呢 也順便進去看看 哪些喜歡的 把它下載下來 好嗎